我那边有个300多米能不能收 今天收不了了 小麦抢收剂 来三辉介手的种植户李振涛却遇到了难题 跟品种特性有关 软糯诱人的新品种土豆 背后究竟要付出多少汗水 看能不能卸掉过来凉开 这连200克都不到 邦邦团专家全力以赴保卫餐桌 最终能否化解危机 看高手来了 难题迎刃而解 小麦是我国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 千百年来 人们利用小麦创造出了各种各样的美食 丰富着我们的餐桌 6月初 安徽介手数万亩小麦迎来丰收 然而 第一年种小麦的李振涛 却遇到了小麦产量低的难题 更雪上加霜的是 收获在即却找不到收割机 于是他向栏目组发 花来求助 求助人李振涛 求助问题 小麦产量低 小麦抢周南 接到求助 栏目组派出帮小哥实际走访 李大哥您这块地有多大 大概这一块的话有80亩 东面还有一百多亩 村庄东南方向还有一块 大概是300多亩 因为看到小麦的市场行情稳定 李振涛想着扩大种植面积多挣钱 然而 眼看麦子到了成熟期 却出现了产量低的难题 这都是小碎 这都是小的 对 这个是正常的 对 这个正常 你看这个麦条 你看这光板 个儿都很小 它一粒差这么点 这一碎就差不少 这一片粒更差 现在您这个产量是什么一个情况 今年的话 对 八九倍 正常的麦穗 长度应该在十厘米左右 麦力在五十厘左右 而李振涛的麦穗大多只有六七厘米长 麦力在二十厘左右 像这样的麦穗比例占到了将近三分之二 正常一亩地的产量能达到一千两百斤左右 李振涛的小麦每亩要前产三百多斤 三百亩地就是九万斤 直接损失十几万元 我是第一次种这个小麦 基本上是按照当地的一些几十年种地的农户 他们说怎么种怎么种 我们跟着种 李振涛从2019年退五返乡后 一直跟着父亲打下手种小麦 他发现 仅仅靠老一辈的种植经验来管理麦田 效益并不理想 虽然深知种好小麦 离不开科学的管理技术 但他却一直找不到学习的门路 除了小麦产量低之外 更让李振涛着急的是 眼下小麦抢收迫在眉睫 可却一直联系不到收割机 我那边有个三百多斤能不能收 今天 今天收不了了 还有三百斤没收完 最后一夜 你看明天一起 后天就有小雨了 必须下去之前 收完小麦要及时注上一米 小麦成熟期 最怕的就是下雨 连续的阴雨天气 导致小麦发霉发芽 品质变差就会影响卖家 降雨来临之前 如果再不能及时收割 损失将会更大 另外 目前的土壤伤情很好 非常适合玉米种植 李振涛也想趁现在 抢种上玉米 来弥补小麦的损失 所以抢收也就迫在眉睫了 如果都不出来的话 可能像我家的话 一年的收入基本上要砸进去了 为了帮助李振涛解决难题 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 找到一位从事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的 帮帮团专家 本期节目邦邦团专家徐鹏 通过农业生产托管 大田种植小麦玉米六千余亩 徐鹏所经营的农业生产大托管 是在不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条件下 农户或经营组织将农业生产中的 耕种防收等环节 全部委托或部分委托给 有能力的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 经营成果由双方共享的一种 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 这种模式把小田变大田 再利用现代化管理技术 实现小麦平均亩产量 一千三百斤左右 每亩增产一二百斤的同时 生产成本还减少了一百元左右 最终每亩能增收二至三百元 本着花少钱 种好粮多种粮的目的 带动农户增产增收 面对李振涛的难题 徐鹏能否顺利解决呢 刚刚进入李振涛的麦田 徐鹏就发现了一个明显的问题 麦苗的种植密度太大 就是说我这个一亩地讲种子 播种上多少斤是比较适合的 你播了多少 五十斤 五十斤按说你这个太多 我们才播了三十八斤 在李振涛看来 想要多产粮就要多下种 然而在徐鹏看来却适得其反 播种量过多 植株间互相争夺水分养分 不利于生长 容易造成植株偏细偏弱 麦最短小 例数少 最终导致产量低 不仅如此 徐鹏还发现 李振涛在小麦管理上的 另一个严重疏忽 你这个种过之后 补充过之后 年轻的那个冬冠没有 没有 必须要冬冠一下 徐鹏所说的冬冠 是指在冬季降温之前 要对小麦浇水 补充水分的同时 还能减少冻害的发生 这是小麦生长过程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而李振涛却忽视了冬冠 导致小麦生长缺少水分 长出来的苗也偏弱 进而影响了小麦的产量 一番调查下来 徐鹏判断 李振涛的麦田归根到底 是由于缺乏科学的 管理技术导致 当下 小麦产量已成定局 眼下最要紧的是 在降雨来临之前 尽快帮助李振涛解决收割问题 徐鹏所从事的托管服务 对农业生产有着 很强的计划性 规划性 早在一个月前 就与农机首签订了合同 以确保正常收割 但是当下都面临着 雨前抢收的问题 要想在下雨前的两天内 完成李振涛的300亩麦田收割 也是困难重重 好在徐鹏以托大托管的优势 最终从外地抽掉来了两台农机 最终经过两天两夜的抢收 李振涛的300亩麦田终于颗粒归仓 紧接着降雨也如期而至 全在这个心里面的一块十大 都终于落下了那种感觉 我们的粮食终于能归仓了 雨停后 为了让李振涛了解 如何种出高品质的小麦 增产增收 徐鹏邀请李振涛 来自家的麦田进行参观 反正麦粒大很多 麦粒 就是麦碎 麦碎啊 跟您那不一样是吧 不一样不一样 碎子比较均匀 对 碎子整体的比您那天大一点 基本上很少有大部分小碎 对 90%多以上 基本上都是大小差不多 徐鹏的小麦不仅麦碎大 而且力多饱满 这让李振涛非常羡慕 长饰这么好的小麦 亩产量究竟能有多少呢 蛋盘是多少 1460 1460就高 1460 对 那么高 对 比我的亩要多了400多 将近500斤 一亩如果差400斤的话 300斤那就得500块钱 500块钱 对对 500块钱 那300亩的话 将近15万 一年能差15万 对你来说 那基本上下到一年的收入差不多 参观了徐老师的麦前 就是我特别想知道 它这个麦子长那么好 是怎么种的 首先我们这个八截期的时候 化肥是 我就是人工撒的 我们是这个几子果类 它更精准 要想小麦的产量高 每年4月初的八截期 追肥非常重要 李振涛采用的是 传统的人工拨洒肥料的方式 追肥质量差 效率低 而徐鹏利用机械拨洒肥料 不仅效率更高 施肥也更均匀 也就为高产打下了基础 此外 对打药时间的精准把控 也至关重要 小麦洋花期 精准的打药时机 是奉产的关键 徐鹏所说的 建花打药 就是在小麦洋花的初期打药 一旦错过了这一时段 再打药 就会影响小麦的正常受粉 直接影响到产量和品质 徐鹏会时刻关注 麦田的洋花情况 利用无人机准时喷洒农药 不同于李振涛的种植方式 徐鹏是根据农作物生长的 特点和习性 采用先进的机械化设备 由专业的农业技术人员 在精准的时间 进行精确化的管理 所以种出的小麦 颗粒更饱满 产量也更高 在保证了小麦的产量 和品质之后 徐鹏在最关键的抢收上 也做到了提前规划 像你们以前 没有通过徐老师 跟地盘的收作 零地的话 还值得收取买工 现在呢 现在说 就是像徐总这样 大块的地合作之后 200块块块了 在托管模式下 地块乘方连片 作业面积集中 减少了农机手 在地块之间的转场时间 每天的收割面积 由原来的100多亩 增加到了200多亩 提升效率的同时 也增加了收入 另一方面 加入大托管的种植户们 也不再需要 为找农机而发售 像李振涛今年面临的 抢收难题 也能迎刃而解了 那在大托管模式下 种植户的成本 会不会增加 收益又究竟如何呢 我们现在种肥油 给长甲是支点 就是支供的 然后我们这个 后期的激瘦这一块 也就是我们同意种植 或者种植一个平等 两个平等 我们有体量了 然后有一价权了 徐鹏所推广的 大托管模式 是通过大面积 种植的体量优势 做到生产资料的采集 降低了种子 化肥等生产成本 又通过农作物的激瘦 增加了销售单价 再加上产量高 算下来 每亩能增收 200至300元 这种模式 既解决了村里 谁来种地 如何种地的问题 也给种植户们 增加了收益 通过徐鹏的讲解 李振涛认识到了 大鹏托管模式的好处 也计划加入进来 这个机械 670块钱一米 有了现代化的 种植技术赋能 土豆为何还是出现问题 那像我们这个 平常消费者 在挑选的时候 有些什么样的标准 土豆品种多样 你真的会挑选吗 一看这个土豆的鸡 就像生里面成熟 不成熟的土豆 究竟能否实用 看高手来了 难题迎刃而解 内蒙古自治区的多伦县 这里地势平潭广阔 土壤疏松且温度适中 是种植土豆的理想环境 土豆作为一种常见又百搭的蔬菜 煎 炒 炸 煮 布 各种烹饪方法都不在话下 土豆给种植户们带来财富的同时 也给一些人带来了烦恼 求助人张金龙 求助问题 土豆个头小 帮小哥找到张金龙时 他正在组织工人热火朝天地收土豆 张金龙这400亩的地块 200个工人同时收获 场面非常壮观 土豆种植的工序并不复杂 先把种鼠切块处理后 通过播种机拨到地里 地上的荆叶和地下的根系同时生长 荆叶慢慢形成植株 根系逐渐长出土豆 直到收获 这个机器是什么机器 这个是起土豆的收获机 在托拉机的长头头带着 把土豆就剪出来了 这个是什么品种 这个是百冒八号 这是黄皮黄肉的 今儿也是黄色的 张金龙说的百冒八号 是这两年流行的土豆品种之一 口感绵软香糯 特别受消费者青睐 而且这个土豆品种适应性强 一亩地的产量能达到五吨 一般大小有多大 一斤以上的能占670% 这得有多少 撑一下 已经一两一 这块确实收成挺好 那个新品种这块就不好了 这个叫百冒十 张金龙一共种植了2000亩土豆 这300亩的百冒十号 是他今年刚试种的新品种 这些植株看上去长势非常好 叶片绿油油 筋感也粗壮 究竟会有什么问题呢 下边棚果有点小 现在多大呢 挖两颗看看 挖一挖一下 这是半斤 250克 这个更小 连200克都不到 230多克 280克 对 都比较偏小 我给别人了解一下 说人产的五吨多 现在种这个品种的人还不多是吧 对 万一它又好了能抢占市场的先机吗 比别的土豆能多买一毛钱 百冒十号土豆 铁黄 铅更黄 正常情况下 百冒十号土豆个头能达到300克至600克 亩产达到5吨 然而张金龙种植的百冒十号土豆重量普遍都在300克以下 达到正常增长标准 一亩地产量预估要减少一半 这让第一次尝试种植百冒十号的张金龙有些着急 这机械670块钱一米 这挺贵呀 这是150来米 为了提高土豆质量 张金龙还加大了设备投入 发现问题后又进行了两次追肥 本想着促进土豆膨大 然而并没有明显的效果 眼看土豆膨大器就要错过 这让张金龙也更加担忧 为了帮张金龙解决问题 栏目组检索邦邦团专家库 找到一位熟知土豆种植技术的专家 本期节目邦邦团专家张春浦 种植面积8500亩 张春浦能否帮张金龙 找到土豆个头小的原因呢 刚来到张金龙的问题地块 张春浦凭借多年的经验 直接就认出了土豆品种 种地百冒十号 这从植株就能看出来吗 对对对 百冒十号的你看这个叶子发圆 上面的褶皱比较多 那像8号是什么 它那叶子发长 像柳树叶子发尖 去年我已经适中成功了 张金龙这块地里数块小 肯定不是品种的问题 肯定在生产管理中 出现了一些问题 一番查干后 张春浦发现了一个 让帮小哥和张金龙 意想不到的问题 一看这个土豆子就像生里面成熟 成熟了以后叶子就发黄 你看这个一搓 这个皮特别的嫩 哎呦 轻轻一搓 这皮就掉了 储平里老化 然后咱们再切开看看 边缘有点发白 这个皮肉肉色是比较黄的 边缘色素激励还不够 正常情况下 土豆达到生里成熟时 植株的筋杆和叶片 应由绿转黄 快筋表皮逐渐老化 成熟的土豆植株大部分 应由黄变枯萎 快筋表皮较厚 鼠肉颜色均匀发黄 而白帽十号 还没有达到生里成熟 那像我们这个平常消费者 在挑选的时候 有些什么样的标准 成熟以后 这个皮都不是一搓就能掉的 不成熟 垫子含量不够 吃着发水 它含水量更大一些 干物质积累不够 成熟之后呢 它那要发面一些 干物质多了 对 土豆成熟与否都可以食用 但成熟度越高 由淀粉 蛋白质 矿物质 和纤维素等营养物质 组成的干物质积累就越多 口感也更佳 可同样的品种 为什么张春浦的地块 已经在收获 张金龙的土豆 却还没有成熟呢 这个马铃土豆生长后期 这个营养叶片发黄 净儿发软 净儿也没有种 土豆生长过程分为五个阶段 发芽期 幼苗期 快精形成期 快精膨大期 成熟期 在土豆生长前期 需要更多的氮肥和磷肥 来促进地上植株生长 提高叶片的光合作用效率 从而制造更多的营养物质 而在快精膨大期 需要将地上植株的养分 更多的向快精输送 才能让快精不断膨大 从那妖苗 净儿粗壮 跟一个叶色 颜色来说 蛋跟林 绝对都不会有问题 现在百分之百 可以断定 你这个就是 甲势力少 因为甲 在马铃薯 蜘蛛体内 是营养的制造和运输者 它能把叶片上的光合产物 和蜘蛛上的营养 输送到蜀块当中去 然后蜀块 从而膨大 土豆生长到快精膨大时期 此时需要增加 甲肥用量 避免蜘蛛生长过旺 消耗养分 同时促进地上部的光合产物 回流到地下快精 形成肝物质 使快精膨大 蜘蛛也会逐渐软化 变细 但张春普判断 这块地蜘蛛颜色偏绿 正是甲肥适用不足 所以营养回流不充分 可是让张金龙不解的是 他按同样施肥方法 种植的百冒八号 已经获得丰收 为什么百冒十号会缺肥呢 这个品种 它对肝物质含量比较高 偏食甲肥 百冒十号肝物质含量较高 需要更多的营养供给 因此在快精膨大期 通过适用更多的甲肥 促进地上精液的光合产物 向地下快精输送营养 从而完成肝物质的积累 而张金龙 恰好没有根据百冒十号的特性 针对性的多适用甲肥 导致土豆最终没有膨大起来 个头偏小 为了帮张金龙的地块 针对性的补湿肥料 张春浦特意请来专家 进行土壤检测 在等待土壤检测结果的同时 张春浦要请张金龙 到自己的基地参观学习 眼前正在收获的土豆地块 使张春浦经过摸索 在后期加大钾肥用量的 百冒十号试验田 那么长势会如何呢 它这个就发红了 对对对 不再跟以前就那个水嫩 粗一栋就断 你看这个已经发柔软 这种就说明人家这个已经 生理成熟 哎呀哎呀哎呀 这怎么这么大呢 哎呀天哪 看这颗 从手掌到手腕这么长 脑袋都大 三斤多 五斤八两 千六百克 六百七十多克 这么大 哎呀我那要转成这一半 我也知足 真是不知道能种这么大 经过对比张金龙发现 后期是更多假肥的 百冒十号土豆 个头确实可以长得更大 每个土豆在六百克左右 预计亩产在五吨以上 除了个头大小 张金龙也很在意 土豆实际的品质 我那个这边是白的 外边 它这全是黄的了 颜色均匀一致 哎呀 去年就做了对比实验 一种是他那样的 对对对 一种是后期 施了钢架 对 母产差了一吨多 为了种好百冒十号 张春普在去年专门找人 一起研究探讨肥料的使用 最终成功通过对照试验 确定了百冒十号品种 对肥料的需求 为了进一步说明土豆品种特性的重要性 张春普还为张金龙设计了一个别出心裁的体验环节 这俩菜都是土豆对牛奶 对对 同一个菜您用两种土豆做了 是吧 对对对 哎呀我看出区别来了 这个形一点都没破坏 基本都碎了这个 十号的甘物质更够 更耐顿 要根据土豆的品种的生长特性 制定合理的种植方案 合理施肥 我现在才明白 这个好种必须得配好肥 为了帮张金龙解决土豆个头偏小的问题 张春普和专家再次来到了问题地块 这个检测结果出来了 你这块地呢就是缺钾 需要补钾 就用十公斤 用一次就完全可以了 这个高价肥 适合地罐 也适合喷罐 等于它成熟就收获了 针对张金龙的土豆地块情况 专家建议 每亩再增加适用十千克的甲肥 你这个地啊 施生这个肥啊 再过半个月左右到二天 增加一吨产量是没有问题的 这下心里有底气了吧 这下心里有底气了 农业的繁荣 让我们拥有足够的底气 牢牢端稳中国人的饭碗 有了无数像张金龙和李振涛一样的农民 心情耕耘 我们的餐桌才能丰富多彩 既能吃饱 又能吃好 中文字幕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